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油条最简单快速的做法 找起10分钟就能够做出8根油条 食材简单,各个都是空心 首先我们在盆中放400克面粉 加8克乌铝泡打粉 再加2克小苏打,少许的盐 再打入1个鸡蛋 用筷子先把食材混合在一起 然后再把鸡蛋打散和面粉搅拌在一起 接着呢,我们用160毫升的水 加入到里面,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成絮状之后揉成面团 盖上盖子,胸脂15分钟 15分钟之后,我们把面团再揉一下 揉至光滑细腻 然后盖上盖子,再吃胸脂5分钟 5分钟之后,我们把面团放在案板上 再简单的揉一下 准备一个长一点的盘子 上面撒一些面粉防粘 把面团整理成长条 放在盘子中 盖上保鲜膜 然后放在冰箱中冷藏一夜 第二天早上可以直接拿出来做 很方便 第二天早起的时候 第一步我们先起锅烧油 趁油温还没有热的时候 我们把面放在案板上 不需要揉搓,直接拿成长条 再用擀面杖稍微擀一下 厚度大约在2厘米左右 再切成宽约3厘米左右的长条 把两根长条落在一起 用刀背再把两根剂子按压一下 这样下锅之后不会散开 因为五成热,把油条胚稍微称长放入锅中 等到油条胚飘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快速的用筷子给它翻动 翻动的越勤,油条蓬松的越好 油条炸至凉面金黄 像这样熟了之后控油,出锅 这里呢和大家强调一点 炸至的时候油温过高和过低 都不能使油条蓬松起来 五成热的油温最为合适 这样做出来的油条呢 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真的是零失败,一看就会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做吧